这个是我今天的晚饭,看看有多便宜 大家好,我是Chris Liu,现在我在加拿大的多伦多 这个城市的吃从上飞机的那一刻就开始了 在航班上,空姐全程都是在卖饭 对,没错,它飞机上是不提供吃的的,都要自己去买 而且无论是逛什么景点,都是以卖饭为主的 这个是当地一家不错的华人餐厅,看看吃了什么 花了多少呢,最后说 这个呢,是叉烧做的很软 在洛杉矶呢,一般叉烧都比较硬,这个做的非常不错 另外呢,还有肉末豆角,这个都是家常的菜 还有这个龙虾衣面 这个龙虾的分量很大,面也很多,三个人没有吃完 这个呢,是饭后送的一个甜点 并且呢,它还送了一碗红豆汤 就这一桌子 咱们呢,来看看多少 一共呢,是102块4 然后再加20%的小费,120 这个是加币,你觉得贵吗